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配上水晶中控套件 奢化感再升級 还有抬头显示器 AR扩增实境导航 提升行车便利性 预计单突破450张 相当看好台湾市场 瞄准台湾金字塔克群 去年台湾豪车品牌 市占率就高达26.3% 等于买车的人当中 不到四人就有一人 是买豪华车 对手也不遑多让 大概款E-Class 不止内外观全部革新 在数位科技更是大幅进化 结合AI人工智慧 直接在车内 与语音助理对话 将在12月来台发表 台湾消费者的消费实力 其实蛮雄厚的 在这个今年呢 补足了这个 应该不足的生产量之后呢 而且累计的订单 也需要交掉 那大概所有的这个原厂 都努力的生产车辆 并且送到台湾来 台湾富豪实力惊人 数字会说话 豪华车品牌销量 今年前十个月 已经来到近九万四千辆 年底有望达到十一万辆 创下台湾豪华车品牌的 新高纪录 也难怪各大品牌 原厂一亮相 就抢着到台湾上市 三宣终于瑞芳想台湾倒